我家朋友带你妈妈 他有个人可以让你带走 我今天一定把你 套走 约到学 还送我自己家块 送我做的事情都告诉爸妈 妈 你又要走 妈妈因为工作的事情 要出差几天 你不觉得爸妈对你很奇怪吗 他俩不会用闹联工吧 他俩不一直都这样吗 理论会也挺好的 还能两边拿两块钱 怎么回事 这什么课 都没人记得我生日了 你每年都嚷嚷地想要回这里过生日 九月二十八 我每年都记得 马上快十二点了 赶紧的 许愿 你按我许愿是吗 盘妈感情好不了是因为你 我的日子每天过得像在地狱一样 也是一回你 咱家每天过得不像一个家 更是一回你 不是按我许愿吗 那我希望我不要你叫哥哥 什么意思你 跟我杠上的是吗 还故意把信换了 对 我哥是在描述方案 那我希望我不要你叫哥哥 十分已经是妹妹的客户了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 你打算跟谁 我谁都不想跟 十秒 我就想跟我哥 小学三年级 他这里 画了一颗门牙 你们说你们忙 来不及带他去补牙 然后他又疼了整整几个多星期 他总是故意拉着我主要中蜜藏 就是为了不让我发现 你们两个又在家里吵架 小学三年级 我这颗牙 换牙之前就是在这摔断的 快 趁现在还没十二点 赶快许个生日愿望 快把你哥找回来 如果我能再许愿一次 我希望 把我哥带我 那 我走了 好 我也要走了 上学别再拉书包了 这些都是十分特意嘱咐我的 十分 我一直以为十分在你身边带着你 最后事情都万事大吉了 从现在开始嘛 没有全身心地关心你 十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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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和爸爸说好了 你跟十秒留下来 胡叔叔会对你们很好的 我跟十秒跟着你 那爸爸怎么办 他现在没有能力去照顾任何人 所以我才要跟着他 你有胡叔叔 十秒问你 可爸爸有谁啊 十分 如果我不跟着他 就真的没人照顾他了 所以我才要跟着他 哥 你拉东西啊 我没拉东西 我带死我了 你把我拉下了 你把我拉下了